有请主持人赵川 谢谢现场的观众朋友 欢迎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走进由私部集团 中国面膜领导品牌 私部天使之魅 冠名播出的天津卫视 大型情感节目 爱情保卫战 感谢休闲旅游领导者 途牛旅游网 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要旅游找途牛 途牛旅游网 提醒您在我们节目播出期间 下载途牛APP 摇一摇 就会摇出百元红包 在这里要感谢 拉方柔顺喜发录 对于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手机下载使用天天圈 提出情感问题 就有机会在节目中 得到途老师一对一的解答 使用微信摇电视 参与实时互动 并分享至朋友圈 既有机会获得15大奖 今天我们请到的是 心理学方面的专家 石宇 石老师 欢迎石老师 华语嘉信的副总裁 曲伟 曲老师 欢迎徐老师 青年演员 英旭 殷老师 欢迎徐老师 爱情导师 图类 图老师 我们来认识 今天的第一队 大家都羡慕 我有个特别 有情调的男朋友 他也总是会 想尽办法 给我所有女孩 在爱情中梦想的一切 可是如今我不想再活在这些 虚无缥缈的浪漫里 我只想要一个现实的家 为什么他连这些都不能满足我呢 如果不肯娶我 就放我走吧 看起来 一个女人把自己所有的幸福 都放在了一个男人的手里 这个男人值得依赖和依靠吗 这个辩析工作 交给我们四位老师 让我们掌声请出这一对 来 掌声有请 男嘉宾小刚25岁 来自大理 自由职业 女嘉宾小气25岁 来自楚雄 是一名护士 来 有请 有请两位 有请 欢迎两位 这男人很浪漫对吧 浪漫的都让我觉得不靠谱了 好 我怎么就让他不靠谱 这我就不懂 好 一会我们听他慢慢说嘛 好不好 谁能告诉我 你们怎么认识的 我是在马路上遇到他 然后是属于那种一见钟情 故意上去打赏 然后要了他的联系方式 假装是认错人这样的 哇 然后私下来跟他聊天 聊得很浪漫 他也很投入 然后慢慢的 我们就追追了爱河 我当时那个觉得 就认识他的时候吧 他就那个是一个 特别有那个理想的人 然后平时的话 他喜欢那个听听蓝调 看看话剧 然后我觉得他平时吧 都那个特别细微 然后比如说我跟他一块去吃饭吧 他都那个 每次都给我拉椅让坐 开车出去的话 他每次都会为我那个 拉车门 去那高级的西三厅 他每次的话 都会给我那个额外的惊喜 为我准备漂亮的晚礼服 之前我觉得真的 他特别浪漫 然后对我特别好 但是现在我觉得就 怎么说 现在我不想要这样的生活 怎么就不想要 你还好意思说 你现在没有经济来源 整天游手好闲的呢 我不是开个画室 开画室是吧 你开画室 我是不是拿钱给你了呀 对啊 我拿了三万块钱 给你去开的画室呀 我也在努力呀 那你说吧 那好不容易就来这几个客人是吧 然后你觉得你跟他们聊得嗨了 你就直接把那话题给送给客人 你当时想过吗 生意本来就不好 然后每天都在亏着 我现在连繁足我都交不上了我 送他人画也是一种经营的方式啊 我是希望能交到更多的朋友 为以后的成功之路铺上监听的起始 我的理想比较远大 对你的理想里呢 然后你知道吗 主持人 后面这次倒了之后 他就说那个还要开一个服装定制 然后我当时想 我说那服装定制是吧 画廊作败了是吧 对 然后我觉得应该还是可以 我觉得我应该支持他 我就当时支持他了 然后我就拿了那四五万块钱给他 然后他就开了一个那个 但后面怎么样呢 他整天嘛就游手好闲的 不正义 然后三两天的都没人意 你学什么呢 学艺术 小的时候是学画画的 然后进入了大学学了服装设计 这个应该是你的本行 这怎么会做不好的呢 我没有做不好 他都是胡扯的 你还好意思说是吧 然后你看看屋里面 像店的样子吗 都乱七八糟的 这个定制工作室现在还在吗 现在已经没了主持人 都已经开导 也没了 他已经两次都这样都开导了 等于你给他出了 前天后投资了七八万 开了两家店都开导了是吧 对 这两家店你投资了吗 我投资 人力 高 你看他 你看他说的这种 每次他遇到这事的时候吧 然后他就跟我说 我需要时间了 我需要那个什么了 他就把一大通这些东西出来给我 每个创业都需要时间啊 开店你需要时间是吧 对 然后你结婚什么你都要时间 你之前你还跟我求婚 你还记得吗这个你 你觉得那么浪漫的一个场景 不适合求婚吗 不不不结了吗 求婚之后他说结婚 然后我推辞 你看他就这样 他都在忽悠我 让我觉得现在 我现在就想踏踏实实地过生活 我不想老是这样 我觉得我真的 我太累了 他什么时候向你求的婚 大概就六个月以前 等于婚期已经拖了半年了是吧 对 我是觉得现在我们没必要结婚 现在我们还年轻对吧 还有很多憧憬 我们应该活在当下干嘛 一定要走入婚姻的殿堂 一旦走入婚姻的殿堂之后 我们就会被婚姻给束缚住自己 那你干嘛跟他求婚啊 那你说这个不结婚是吧 我觉得当时我真的可以 我可以慢慢地等 但是后来呢 后来我等不了了 后来我都怀孕了 怀孕现在不是没了吗 孩子 你这样说 你简直就是一个混蛋 你知道吗 孩子怎么没的 但是吧 我就我知道自己怀孕了 然后我就跟他说了这事 然后说了吧 但是他吧就感觉 什么都不在乎的那样 那种表情 然后他就跟我说了说 你就把孩子给做了吧 那就这样丢了一句话给我 然后甩门就去了 然后后面的时候 我就打电话给他吧 然后打了好多个电话 然后人也不回家 但是我不知道怎么办了 然后他已经向我求婚了 然后我说现在的坏孩子 结婚了他又不同意 实在没办法了 我当时就一个人去的医院 然后等我把这个事情吧 都已经处理完了 然后我打电话给他 然后他再回家 然后他回家之后 我把他就当什么事 他都没有发生一样了 我听说他怀孕之后 然后我觉得 如果我们要了这个孩子 但是现在依我和他的能力 是无法抚养个孩子的 就是有了这孩子 也是对孩子 孩子那种不负责任的行为 我觉得我们 那你这样你就是负责任吗 你这样做你就负责任吗 那姑娘我问问你啊 你们俩交往期间 谁花钱花得多呀 一直都是我在花钱 你前天后 我跟他发生了多少经济往来 加起来已经是20多万左右了 那些钱是什么钱 平时他所谓 他所说的烂漫之类的钱 都是我出的 但我今天来这 我觉得我不在乎钱了 我觉得 那你要干嘛 我现在也不在乎钱 我就想告诉他 我就想平平淡淡地 平平稳稳地过日子 我在资料当中看到说 其实你们还有买婚房的打算 但是你把钱都拿走了是吗 对对对 你拿了多少钱走 是这样的主持人 他求婚了之后 我就说打算买婚房 然后他就说他不同意 我跟家里面拿的钱 然后我就把那钱嘛 就给存到那个卡里面去了 过两天嘛 我就发现 我的钱那么就没了 我当时就 我就真的急了 我就跑回去 我就问他 把钱弄哪去了呀 然后他就跟我说说 哎呀 我那个朋友做生意呢合伙 我那个钱拿去投资了 后面我遇到他朋友吧 然后他朋友就跟我说 没这回事呀 他说他好像是说是 说是怕你要跟他结婚 你在逼婚 然后他就把你这钱给残起来了 姑娘 就这个男人要娶你 你还嫁吗 我是爱你的 真的 我是一心一意的对你 我毫无保留地对待你 真的 你回答我问题姑娘 就是今天他说 我娶了你 你嫁不嫁 你能娶我吗今天 现在还不是时候 我觉得我们真的 他就是这个样子 你看他现在都现在都这样说 你家庭经济条件 是不是挺好的 还可以 你对人家好吗 我对他挺好的 他也知道 就是上一次 你给我举一个好的例子行吗 行 他上一次 他说他要去看海对吧 然后我立马打电话 约他一起去 他又告诉我 他上班 他没时间去 他去不了 然后我就一个人去了 从昆明去到大理 然后给他拍了视频 还录到了海风 给他回去的时候 还带了海沙 然后他也挺感动的 挺幸福的 你有想过吗 我们现在是什么经济条件 现在是什么生活呢 你有想过 以后要怎么生活 以后要怎么过吗 问你 回答 我觉得我们活在当下就好 我们干嘛要留那么多的钱 我觉得钱这个东西对吧 剩不大来死不大去的 有了就该得花 那个钱哪是什么 到底是你藏起来还是你花了 我把它就是先拿到我审核里了 然后我想花我就花 有的时候我也会为他花钱 那这是你的钱吗 哎 姑娘 我问你 他今天要娶你你嫁不嫁 他现在就没这打算 我问你呢 你看他这正式就没打算 我问你呢 他今天要娶你嫁不嫁 我嫁 这就是气人的地方 你们看看怎么办吧 四位 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 姑娘 想问你啊 我们为什么要谈恋爱 谈恋爱的话是为了以后准备 我觉得我是一个踏实的女孩子 我跟人谈恋爱 我觉得我的目的 出于首先是跟别人结婚的 不是那种闹着玩的 你的目的 谈恋爱的目的 最终目的是为了跟他要结婚 以后有一个自己的家庭 有自己的宝宝 对吗 对 那你觉得这个男人 他跟你的想法是一样的吗 我觉得他只是暂时的不理解的 他会改的 为什么会相信他 因为我觉得他对我的好 我觉得再也没有任何一个男人 可以对我那么好了 我告诉你 我在这个整场上听你们的描述 我没有看到他一点是为了 为家庭的一些责任 他现在所有的都是为了他自己在很高兴地谈恋爱 包括他在说为什么跟你那次求婚 他是因为时间对了 环境对了 很浪漫的氛围对了 所以我要跟你求婚 但是他理解的这个求婚不是要负责任 只是当时感觉对了 所以姑娘 有的时候我们应该看清楚 他到底现在是个怎么样的人 并不是你对他有期待 然后他就会像你期望的那个样子 就变成那个样子明白吗 小伙子啊 一段浪漫的爱情 我想任何女生都需要 也都非常想要 但是先把这个工作能赚钱的赶快想办法 然后才有资格谈恋爱好吗 不能让你心爱的女人一直在这为你花钱呀 姑娘 姑娘 小时候是不是偶像剧看多了 你活在童话里呢 你想想支撑你和他走到现在的本质是什么 本质是 你现在还有钱供他去浪漫 一旦你没有了 他没有这个能力呀 没有挣钱的能力呀 只有花钱的手段 而且你听见没有 就是他把你的钱 准备买房的钱拿出来之后 我随时搁在我这儿 随时我想花就花了 而现在之所以你走到这个舞台上是因为什么呢 你发现你跟他在一起的时候 你已经不喜欢自己的那种感觉了 你已经开始觉得自己 这个人不靠谱 我觉得他现在他变了直接 他没有变 他一直还是那个样子 而变的是你 你开始清醒了 你之前还是在童话里 现在你变了 因为种种的事实你变了 你已经慌张了 你已经觉得不对了 你觉得为什么你承诺的事情都没有 为什么我为你生了小孩 但是你就这么一点都不顾你的身体和你的感受 就这么轻描淡写的就过去了 没有任何的关怀 你还要妄想说你娶我 你就嫁给他吗 你还要继续这个噩梦吗 现在就是你梦醒的时候了 梦醒的时候再回顾你 你们之前在一起的 你们都在做什么呢 你们只是在玩儿闹 两个不成熟的小孩在一起过家家而已 真的不要 姑娘 你花在你们两个一起这些生活这么长时间身上的费用 是哪来的 有 二十万 基本上都是我家里面的 那你有想过你父母的感受吗 你把他们赚来的钱花到了这样的人身上 他对你好也可以 结果是什么 你还要想嫁给他 你还原谅他 我觉得你现在是对自己不负责任 因为什么 一个女孩你首先要懂得自爱 你连爱自己都没学会 你有了孩子 她有责任 但是这个最大的责任应该是在你自己身上 你连自己都没有保护好自己 你要求别人对你负什么责任 你想不想过你妈妈是什么样的心情 我觉得你想过那你就今天站到这里你应该更清醒 你把钱还人家知道吗 你还站到这儿振振有词的 一个女人都怀了孩子 去医院你都不去 你还谈浪漫 再问你一遍 你还嫁给他吗 你要是说如果他娶我就嫁 那我就懒得废话 你说呢 我可以考虑一下吗 哎呦 谢谢你考虑啊 你嫁不嫁这事在我这儿 特别重要 他决定了能不能气死我 其实仔细想一想前因后果 从你们认识到今天站在这个台上 谈什么爱情 谈什么浪漫 赤裸裸的交易 买张门票去 哪来那么大勇气 这不是你第一次在街上跟姑娘搭讪 这是不是传说中的碰瓷啊 这这算一种啊 哎你不是第一次在街上跟姑娘搭讪吧 他绝对不是第一次 你第一次能那么熟练吗 你怎么好意思就上去要了电话呢 哎你也特奇怪哈 就给了 衰吗 我是假装认臭人这样的 因为我觉得我当时看着他特别老实的那种是 哇 我太老实了好不好 哎呀 全部是伎俩和手段 有哪一部分是用了真心的 姑娘 赶紧醒醒吧 一起进入柔顺拉方黄金六十秒 我是爱你的 哎呦别玩假了走吧 请关门 接下来我们就来看这个 不愿意看到 但是很有可能出现的结果吧 五四 请开门 哈哈哈哈哈哈 我觉得刚开始我想了很多 就想了这几年以来我们的顶顶滴滴 我觉得只要你能改过自新的话 我会改的 我还是愿意给你一次机会 我会改的 来两位请到中间来 兄弟 记住自己说的话 记住做 好好对这个姑娘好吗 好好地对生活 别那么浮夸了 可以吗 可以可以可以 让我们打开我们的幸福之门 请出我们的小花童来 有请 谢谢啊 恭喜你们将获得由 中国面膜领导品牌 私部天使之妹提供的一个 精美的面膜 他们有一句广告词 其实你已经完全做到了 叫给你想要的美 希望从现在开始 可以是一个新的翻篇 未来你们好好把握自己的生活 可以 好 来 接下来我们就来见证一下 属于他们的浪漫吧 我爱你 嫁给我吧 还有礼物送给你 我们的嘉宾朋友将会获得 由休闲旅游领导者图牛旅游网 提供的价值500到3000元不等的 旅游代金券 你们自己喊开始和停好吗 来 开始 开始 停 停 恭喜获得了2500元的旅游基金 我希望你能把这个钱给你的父母 让他们旅游 抚慰一下他们受伤的心 好吗 好 来 拿着这个礼物 两位请回 祝你们幸福 请回吧 希望他们做好了对生活负责任的准备吧 每个人为自己的生活承受结果 因为选择是你做的 所以结果你要承担 接下来我们来看下一对嘉宾朋友 在他们耐情道路上碰到了怎样的困惑 我以为我遇到了一个好男人 但是想不到他一直在欺骗我 我就像个傻子一样 养着他和那个女的 我再也不想相信他了 我现在只想让他滚住我的家 他用我的钱一直养着他 听起来像一出背叛的大戏啊 接下来我们用掌声请出这一对 来 掌声有请 男嘉宾胡先生48岁来自无锡 职业销售 女嘉宾钱女士41岁同样来自无锡 职业是理财师 来 有请有请两位 欢迎两位 你们俩现在是个什么关系 以前的关系我们是生活在一起 没有领结婚证数 你们从多久就生活在一起了 三年左右 过去都应该有婚姻吧 有 我是离过一次婚的 我是上偶的 三年前你们在一起的是吧 等于好了三年了 对 今天你想来这的目的是什么 这日子没法过了 他在外面跟别的女人搞七搞八的搞 还把那个女人带回家里来 实在是太欺负人了 我跟他什么关系都没有 其实那个女的那是我当初的女友而已 对 我们十几年都没有联系了 这是帮忙 他最近遇到了困难 我帮忙一下 你当时是这么说的吗 你当时说 他是你的一个远房的表妹 不然我怎么会可能 让他住到我家里来呢 因为我没做亏心事啊 我当时不想让你多想嘛 主持人我告诉你他是怎么回事 他说他一个远房的表妹婚姻很不幸福 他老公赌钱啊 然后的话老是打他 然后他那个远房的表妹的话 就从家里跑出来了 没有落脚的地方 我一听也挺可怜的 一想想他的表妹嘛 以后也是我的表妹 我也愿意帮助他一下 后来呢 所以的话 其实我呢 是因为我爱人就是去世了 然后后来我认识他 感觉他人挺好 我们才在一起 所以他住在我家里 所以的话我也愿意这样 帮助他一下 那你是 没想到根本就不是那么一回事 你是怎么发现 那个不是远房的表妹呢 从他第一天到我家来的时候 就已经感觉不对劲了 为什么 晚上吃晚饭的时候 本身他跟我在一起的时候 他是一个特别能照顾人的人 比如说给我加个菜啊 盛碗汤啊 他挺会的 然后那天晚上就不对了 我说你给我盛碗汤吧 你知道他说什么吗 你自己 你自己没手啊 然后呢 你问了这个 我当然了好意思去盛碗汤吗 他真正有词的 然后到晚上睡觉了 他就包个被子 拿个枕头 直接跑客厅睡去了 这个 然后我两个女人的安全嘛 我在门外靶着 你听见他吃 他要保护女人的安全 平常的话做晚饭啥的 那我就发现 这远房表妹 比我更了解老胡 她爱吃啥 不爱吃啥 她清清楚楚 然后她们两个人 眼神都不一样 她看她她看她 两个人 就是不自然的那种 前脚刚出去 那女的就更出去了 那她也要出去找工作啊 然后我的意思呢 就是说她心灵上是受过创伤的 我愿意跟她多谈谈 服务一下她 然后的话 她连这个机会都不给我 我根本就没有跟她交流的机会 我那时候心里就是奇了怪了 就是老是觉得怪怪的 但直到有一天 她老公找上门来了 就是那个远房表妹的老公上门了 老公是个无赖 她是个无赖 你呢 你比她好到哪儿去吗 那个女的老公 跑到我家门口 大吵大闹 把我那个整栋楼里的邻居 都闹醒了 都跑过来看我的笑话 然后那个男的 骂她不要脸 说我也不要脸 说她在外面勾三大四的 把她媳妇整我家里来了 我还忍气吞声的 我得伺候她们 我明白了 现在大家所有的疑问 都来自于那个远房表妹了 刚才说过 远房表妹到底跟你什么关系 她是我初恋的女友 初恋的女友 对对 您初恋的时候得多少年前 23岁左右的时候 那就是个不要脸的 说得太难听了 23岁左右 25年前的初恋女友 对对 怎么又联系上的呢 当初呢 我们初恋的时候呢 我们的感情是非常好的 由于她的父母激励的反对 所以这次就没有成功 没成 然后呢 后来金人介绍 我认识了前妻嘛 我母亲又是个非常中男轻女 我也有点这个想法 你也中男轻女 有一点 承认就好 然后呢 后来在我女儿出生那一天嘛 我妈就把我拉走了嘛 后来也就离婚了嘛 就是因为你的前妻给你生了个闺女 你就跟她离婚了 是吧 我破语家庭的压力嘛 你别破语 反正就是这意思呗 后来呢 后来我去找当初的女友嘛 她叫小方 她真叫小方啊 我天哪 你说那会儿这写歌的人多没有生活经历 你去找小方了 然后呢 她还是单身嘛 因为我们有一定的基础嘛 小方等你还在等啊 对啊 后来你找到人家怎么着了 这是不股价利的反对嘛 我们就生活在一起了嘛 我们虽然那时候经济条件不好 但生活过得非常滋润也很幸福 过了几年就怀了一个孩子 那去医院坚定一下 是个男孩 哦 我们非常的开心嘛 准备筹备分析了嘛 那有一天啊 为了加力点小矛盾 我们吵架嘛 我一不小心推了她一把 她摔倒在地上 医院流产了 流产了 当时 医生也说 她以后 不可能再有生育能力了 当时我听了心里非常的难过 也非常的愧疚 那你没娶她吗 当时我 我就认知了你嘛 也生活在一起了嘛 去年的一天 小方 她找我朋友联系了我 说要问我借五万块钱 借了吗 我当时想 她肯定遇到了很大的困难 不然她不会开这个口 后来我才知道 她现在老公 经常都在外面赌 回家就逼她还钱 她不给钱 还要打她 我听了心里非常难受 就是她的这 现在婚姻的遭遇是真的 是吧 身份是假的 我了解到这个情况嘛 我就 借了她十万嘛 那钱是谁的 她拿我的钱 去 在外头去养别的女人 她跟我说 你给我十万块钱 我去炒个股 然后的话我就相信了 没想到她从那时候 就开始骗人了 她把那个十万块钱 你怎么去给她了呢你 我说过她钱会还你嘛 人家目前有困难 我暂时帮助一下 人家生活好了 也会还的嘛 还我 她根本就是看上我钱了 所以我们去拍片子的时候 您就说 拿钱养别的女人是指的 今天来你是想挽留她 是吧老胡 对 我看老师们都开始 有的摇头 有的运气了 一起进入秋比特 大姐 你看上她哪儿了 当时就看她老实 人挺本分的 老实吗 现在想想的话 她年轻的时候 就不是个好东西 我换挖船是吗 我跟你生活在久 对你不好吗 你发脾气我忍着 我对待你的女儿 就像我亲生女儿一样 我自己省吃俭用 攒下钱还给你买金项链 我缺钱吗 我有房 我有钱 我全部给我留下来的 我只看中你个人 那这是我的心意 你的心意 你把别的女人 找回家来 骗我 我跟你说过了 你的心意 你的心意好好 那姐 你刚才说的 只是看老胡老实 然后当初选择了她 是吧 那还有其他的吗 没有 那如果今天 连老实都不老实了 那肯定要分了是吧 对 因为我是经历过 我是有过一段 痛苦的回忆的 你像我爱人 是非常优秀的 但是就是说 她挣的钱再多 再怎么样 就是说人没了 我啥都没有了 所以我到后来 我是不图人房子 不图人钱 我只要她人好 我就愿意跟她 那老胡 我还想问一下您 你是通过这个大姐 把这钱借给了 第三方的女士 她并不知情 那往好理地说 这应该算是怎么欺骗 往大理说的话 这可叫诈骗呀 我问她借钱的时候 虽然我没告诉她 是借给小方 但是呢 我说这个钱 我肯定会还给你的 她就是诈骗 她不但诈骗了我的钱 还诈骗了我的感情 当时接受十万 我也是有点激动而已 因为我在想 小方不是因为我 而不是遗落到这种地步 过这样的生活 我只是说 能够帮助她 离开这个男人 去过上新的生活 她拿我的钱报恩去了 这男人啊 你也能看清楚 如果你单纯 从老实这一点的话 你现在已经得出一个结论了 不用我来说对吧 还有就是她通过其他方面的经历 比如说她第一次 把老婆甩了以后 是因为她老婆给她生个女孩 然后第二次把小方给甩了 是因为小方怀了孕 流产了 导致以后可能不能生育 你可以想而知 这么推理的话 她找女人是为什么 是真正为了结婚 为了爱她吗 还是为了给她生一个儿子 我真的建议 你该散就散吧 不能一错再错 我觉得这里面最大的问题就是大姐你 你根本就不了解面前站的这个男人 而且不光不了解你还自己骗自己 这个人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第一 前妻为她生了女孩 抛弃前妻 自己好不是有感情的初恋 知道为她生了男孩 在未婚之前才决定结婚 但因为她的过失使那孩子没了 毅然决然的抛弃 欺骗你 明明是她初恋女友 还要领回家里来 这么一个人犯了这么多的错 你居然还对她心存幻想 你是不是太傻了 我现在已经没什么幻想了 你要是彻彻底底了解这个男人 当她提出说有一个远房的表妹来 你就应该表示质疑 因为她有这样的人存在吗 你居然不了解她的亲戚 不了解她真正的背景 你就能跟她在一起三年 你是在完全是在 拿自己的感情和金钱在冒险 请问你认识她多久之后 你们俩住在一起的 很短吧 草率吧 八年多 你招什么急啊 虽然岁数大一些 虽然可能你有过 曾经结婚的这些婚史 但是有什么呀 姐姐您这么漂亮 你可以找到任何一个忠实 对你忠贞的人 但为什么要仓促的把自己的感情投给这个人呢 应该怎么做 我觉得你应该很清楚了 好 就这样 我想问一下那个男嘉宾 你对你的初恋现在是个什么样呢 现在我就是 对我的初恋是同情 那你对现在的女朋友呢 一心一意啊 那你对你的前妻呢 那个没有联系啊 早忘了 肯定的 他早就说过他早忘了 那你对你的初恋 会有愧疚 那你对你的前妻 你就全部都忘了吗 一个为你怀胎十月 生了孩子的女人 孩子有联系啊 但是跟他前妻不联系啊 所以我觉得 是个什么样的答案 应该你自己心里会有的 因为毕竟你们也生活在一起 嗯 我的问题 我觉得也代表了我的 回答的一个意见 我听明白了 嗯 其实老胡 自己也不懂自己 严格的来说 老胡谁都不爱 若是爱初恋 不会那么绝情的 提出分手 因为对方已经丧失了生育能力 完全会影响下一段婚姻 如果说 她爱自己的前妻 也不会因为她生了个女儿 就跟她离婚 如果她爱眼前的这个女人 她不会在关键的时候 拿对方十万的财产 而不通知她 这是基本的尊重 其实你谁都不爱 但我也不能说你是爱自己 你只是习惯许然 连你自己 坦诚吧 别把责任都推给别人 好的 至少一会该道歉的道歉 你想要那十万块钱 怎么还给人家就行了 好吗 好 接下来我们一起进入 柔顺拉方黄金六十秒 我真的很想好好跟你过下去 我跟真的跟她没有任何关系 如果在我处理方式不妥当 我请你原谅我 请你再给我一次机会 我很想和你过完下辈子 白头到了 其实我在来之前的话 还是抱有一丝丝幻想的 但是刚刚点评嘉宾老师 他们给我的建议 我觉得他们讲得很对 听君一席话 胜读十年书吧 我觉得我可能是看错人了 我想我需要好好的冷静地想一想 好 请亮灯 你还没说还人钱那事呢 你应该说如果在一起 我好好对你下半辈子 如果不在一起呢 我会继续努力 等她 老胡啊 醒醒吧 两位请回 我要说你我就真不出来老胡 我没脸出来 来 请关门 我们来看一看 大家自己的选择是什么 五 四 三 二 一 请开门 我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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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钱还给他 我对不起他 哦 那你对着镜头 跟他说吧 我真的 还很想和你 一起过日子 我愿意 我愿意 我会把钱还给你 回吧 我们希望每个人都在生活里面 去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一部分 好好的 幸福的活着 接下来我们一起进入老图有话说 天天圈的一位朋友提问说 我和男朋友是大学认识的 在一起四年了 感情很好 我父母对我男朋友其他方面都还比较满意 就是觉得我们一个是山东的 一个是河南的 不在一个地方 所以就不同意 更多的人只能看到异地恋的痛苦 却很少看到同床异梦 所以说爱情和距离 本质上没有太大的关系 如果够相爱的话 河南和山东只是隔壁 如果不相爱 即便是在隔壁也是直视天涯 我们的节目是由 私部集团中国面膜领导品牌 天使之妹兵膜独家冠名播出的 感谢休闲旅游领导者 图牛旅游网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要旅游 找图牛 图牛旅游网提醒您 节目播出期间打开图牛APP 摇一摇 摇出百元红包 本节目由拉方柔顺喜发路 特别赞助 在这里要感谢拉方柔顺喜发路 对于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下期节目我们